Ricka 師兄 遲點訓 EV 星期二晚 直播時間八點鐘 HOOP BOR SONG 回到HOOP BOR SONG 我們快手了 剛才沒有說到A組的兩場球技能怎麼看 再一次多謝支持 訂閱 讚好 看直播 有Superchat的朋友 又說池先生再次讀出哪幾位是Superchat的 剛才Rachel和Gary 多謝你的訊息 沒有投訴的 有 當然開心 沒有也沒有投訴 這個池先生要多多說明 再一次要在節目之前多謝冬耶 他自己對於每一組球員的名單 他有他的分享 第一場波 土耳其對意大利 我覺得是有點暗湧的 我覺得意大利甚至未必贏得到 我覺得可能會一場和波 我覺得會和波 至於威斯對瑞士也是會有暗湧的 我也覺得是一場和波 這組裏面 頭場是免費電視有直播的 如果你說頭四的排名 我現在初步看 我會駁土耳其第一 對 我會駁土耳其第一 第二 意大利 意大利應該出線是沒有問題的 只剩下一或第二 第三 都是瑞士 都是瑞士 威爾斯回到第四 但是瑞士的分數不會太高 我是有點懷疑 土耳其贏不贏到威爾斯 土耳其 以茶漢勞股精準的傳訊 加上安達 肯去走 尤馬斯肯去走 是怕尤馬斯 那個是不是生日的人 走出來 生日快樂 好 這四隊我自己就這樣看 好 去B組 B組四隊 比利時、丹麥、芬蘭和俄羅斯 比賽地點分別是俄羅斯的聖比特斯堡 和丹麥的康本哈根 丹麥和俄羅斯 透過秋千之下 丹麥是獲得三場主場 俄羅斯只獲得兩場主場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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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坐兩次飛機 比利時 坐兩次飛機 都不太遠 好過剛才的 好一點 但坐飛機 始終都是 是否經過B組 好 我們先看最弱的那隊芬蘭 芬蘭基本上 我覺得這隊應該是戰底 應該是F 比較熟悉的夏迪奇 李華古順 以及前面現在打升班 將會升上英超的駱惠治的配機 大家還記得 駱惠治還在去年打英超時間 在上半年都有很出色的表現 但是其他那些真的 有馬古斯科斯是 踢這個賓福德的 OK 明年要留意一下他的表現 另外 有哪些大約知道他踢那隊球會 夏迪奇踢李華古順 另外中場奧格斯堡那個贊神 都不太熟 所以就快過 其他那些都是國內聯賽的 是的 所以就慢一點 所以芬蘭包尾 應該很坦白說 另外一隊不熟一點的 俄羅斯先 俄羅斯 俄羅斯就今年 其實你看他後防 以往的資訊三寶不見了 沒有了 應該都打回 那幾朝元老那三件 一隊中間加龍門就不見了 是的 但是有些入了席的球員 比如右閘的馬里奧菲蘭迪斯 另外左閘的沙高夫 應該都還在樹 沙高夫 對 中場 大家熟悉一點 中場的高露雲 就算是打摩勒哥 吉利書夫 左邊的吉利書夫 打華倫西亞 前面的朱巴 就算你看到高露雲 其實中場還有哪個米蘭唱黑 米蘭唱黑 又打阿特蘭大的 都不能夠說沒有機會 因為建了兩場主場 你說他拿第二也有機會 但其實前面跟著那兩隊實力 是比較飆青的 先說丹麥 首先丹麥第一項 他拿著三場主場 對他非常有利 再加上陣容 其實都很完整 你譬如說 龍門有一個很穩健的 書米糕 只是一場 除了一場 那你不要說一場 整體上是一個高質素的龍門 其實都不用多說 其實這四個中堅 我們這裏看有四個 第五個就不多提 那四個中堅其實都有質素 基斯丁神 今年的車路士打得很好 當然 慈三也經常說 他打三中堅中間那個 我們就會放心一點 另外就是卡查 卡查 打西維爾 韋斯特加特 打這個修衍頓 再加上這個 早金剛達順 打這個富衍 其實這四個中堅 各自的表現其實都不錯 很頑皮 韋斯特加特 其實雖然他打修衍頓 球隊成績一般 但他在後場用球 長寸是不錯的 所以其實這四個中堅 這四個球員 其實都絕對是有實力的 右邊那裏就是華斯 華倫西亞都很清楚的 其實都不是太差的 華斯的 攻擊力都夠強 因為他支持 就算他不打右邊 又有後衛 打中場 都絕對可以 就算打右邊的攻擊球員都可以 反而左邊這個美利 我記得應該是打亞特蘭大 只是打這個二格的 我記得是 對呀 亞特蘭大 但是亞特蘭大 今年就有些上陣機會 尤其是在古辛斯受傷的時間 很多時候都是他打的 一般上可二 中場那裏就很平衡 攻擊球員很平衡 何智堡、迪蘭尼 何智堡今年二次打得相當好 對呀 一個人掃蕩了 掃蕩了 還有他的傳送也是有的 迪蘭尼在迫搶路也做得很好 基本上如果這兩個沒有傷沒有病 其實我中場實力是相當強 亞歷神更加是對球攻守 中之重 其實這三個就是膽 是膽來的 但是 如果三個 尤其是亞歷神不見了一個 可能就濕低一點 進攻命脈就不知怎樣 對呀 之後那些替補好像 差一點 差一點 後備替補那裏 卡士一降就差很遠 掉了多久 所以一定要好看 希望這三個平平穩穩 打完分組賽等等 前面那裏 最前可能會用今年打尼斯的杜爾寶 杜爾寶 我想大家印象深一點 就是打阿積斯的時候 他的衝刺力等等都不錯 後來打尼斯 但是尼斯今年表現一般 另外就是保神 右邊大家比較認識 通常都拉邊的 尤其是保神出球是比較好一點的 拉邊和打防守 壓迫、壓迫搶 他搶第一點 如果後場開球 他搶第一點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你就不要依賴他入球 是 或者他打 投材都有的 但他真的不是幫忙 小刀虎的人 也有的 喂 又發生什麼事 是 是 說著先 不要緊 聽不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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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聽不聽到 是 應該沒有問題 好 那就 又 又 crash了OPS 不要說話 再說一說 突然之間 我剛才說一下 就 就張了 覆蓋 突然之間 我剛才說一下 Davy都 OMG 就張了 又出了 現在還出聽到聲 剛才那時候 Davy都很怪國 最後聲音 又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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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出聽到 又出了 丹麥那邊沒有聲 丹麥那邊沒有聲 丹麥那邊說一下沒有聲 你等我等我開一下 先 咦 救得回來 我們這次不用轉 我剛才是整個直播的所有人 救得回來 我們這次不用轉 一波三節 這個節目跟歐國貝一樣 所以我師兄開錯了 不應該先說祖國 最後才說祖國 現在被人監控 不是吧 我說中國萬歲 就是因為這些這麼好的節目 被人監控 究竟是甚麼事 但剛才OPS是crash了 整個Crash了 直播軟件crash了 但重新開的時候 他自己能連接到嗎 是 這麼厲害 大家在聽你們的討論 大家聽到的 我們剛才是整個 剛剛跟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這個軟件的問題 我們現在直播如何死亡 我真的直接銷了 直接銷了 我都說 好厲害 這樣一撻花醬 對啊 幸好 我說到缺一不可 三個後衛缺一不可 你又說沒有 那沒有 我何時有說這四個字 我又說缺甚麼不可 其實這些很正常的 我沒有說缺甚麼不可 我很害怕 不要再來了 我沒有想過那個缺甚麼不可 只不過 壓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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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樣 不是真誠勇 我是真心的 我們是真心的 又crash了 我現在 壓力很大 又crash了一下 我見到 那沒有 我何時有說這四個字 但 我真心的 現在這樣 是 不是真誠勇 我 對我 我真心的 等等 等等 好 CM一說中國足球 就招了 哈哈 丹麥 丹麥的三個中堅 我們繼續吧 是 好 有甚麼呢 你就說 詹山你可不可以射回 畫面到電視上 等等 是 不用我看我自己的角色 那 前面那裡 其實不單止 杜爾寶 在後面 三中堅 中場那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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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甚麼不可 快點 前面那三個 快快快 武神就你不要期望 他去新加坡 但留意 杜爾寶後備 有一個 江尼勞斯 Anseus Cornelius 打 哥本哈根 一個很充斥型的中鋒 沒有杜爾寶 這個用不得 後面當然 左邊 其實 除了丹斯加特之外 拜夫韋特 他的走動 其實都可以 接應到一些高波長傳 Z2傳給他 如果他正正經經 如果他腳鋒順的 都可能有機會 其實他在 之前打西格 打雷根尼斯 腳鋒其實是OK的 射手來的 但是 去到巴塞 當然是質素問題 所以丹麥隊 在中鋒 其實是OK的 相當好 其實是有機會的 是啊 比利時 世界排名第一 對 龍門不用說古徒斯 一定是 沒有啦 難道不是六年嗎 後面 可能應該是 雲道 漢迪利亞 和艾達偉特 這三個 因為 他們這三個 始終仍然是 在歐洲掩飾 你沒有理由 還用華美林 華美林 現在是在打日跡 大佬 華美林 真是最後最後的選擇 寶耶達 是第四選擇 寶耶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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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我小時候聽過這個名字 又易衛 就是蒙尼亞 又是蒙尼亞 或者是卡斯坦力 可能卡斯坦力更好 他打利斯特成 蒙尼亞 大家知道 他打多蒙特 真是一般 他都不是他前一任的質素 左邊是科根哈薩特 但是我覺得用卡拉斯高 比較好 應該不會兩個哈薩特 我認為卡斯高是好一點的 今年卡斯高打逆位 可以的 他在馬體會 可以的 後衛好水 後衛年紀大一點 跟丹麥比是差一點的 中場就 域素今年因為受傷 其實他未必會有正傳 可能是鄧鐸克拍迪利民視 迪利民視 迪利民視就是用彈來的 這兩隊就平實一點 硬正 前面就是迪布里 迪布里 迪布里是否說似雙毫 好像是頭兩場出不到 OK 說臉部的狀態也不一般 我覺得都是電影幕 應該是頭的 無論如何都要戴面罩 迪布里 就是哈薩特梅頓斯出世 哈薩特還可以看到人 打 打 打 不怕 最近又做麥當勞 麥當勞 世界麥當勞 對 有些人說是真正的自肥企劃 沒錯 因為哈薩特 真的太喜歡吃東西 剪頭就是盧卡古 不用進 沒得談的 難道用巴書阿伊 一對水晶弓的正選前鋒 一對水晶弓的正選前鋒 奧迪基 是 盧卡古這些世界級 其他水貨級 另外兩個都沒得談 所以 其實 比利是前場是OK的 哈薩特那些 沒有的 馬遂頓斯也能用到 科根和哈薩特 也可以打前面的位置 我又不擔心分組賽的情況 分組賽應該沒問題 但是 去到 真的 要欠大賽的時間 欠冠軍 打淘汰賽階段 就有少少敏碎了 Rachel 補充說 迪布尼今天還佔了 應該沒問題 正常這些事情 應該可以的 但你說會不會是100% 我不敢說 100%不敢說 第一場賽事 這一組裡面 丹麥對芬蘭都沒得談 每一組對著芬蘭都一定要贏 是 因為原則上 每隊球起碼拿到5分 應該出事沒問題 不到5分的意思 就是每一場 在她的三場賽事裡面 起碼要贏一場 那芬蘭當然是拿來做那件事 所以對芬蘭這場賽事 丹麥沒有得談 一定是贏的 至於比利時對俄羅斯 俄羅斯拿著主場 我覺得保守一點 我不敢說比利時贏了 第一場賽事 第一場賽事就是這樣 俄羅斯少看你 真的猜不得 因為比利時 其實是前鋒盧卡古 說真的 你其他那些 其實是處於一個老爺爺的階段 之前那些歐超聯那些 歐洲國家聯賽那些 真的不行 歐國聯那些 你真的 真的 你見劈那些 又淹沒 尤其是那些已經在歐洲 各隊頒霸 在劈主力那批人 其實真的很淹沒 沒有劈主力 C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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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荷蘭 烏克蘭 奧地利 北馬其頓 哪一隊 其實 這隊荷蘭 在法蘭迪寶亞的大領之下 其實就 我很想猜他分組賽出局 應該啦 你怎麼看陣容 第一件事 你中堅已經 沒有了世界級後備 沒有 哪位世界級後備 沒有了 雲迪迪 還未舉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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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死 差一字 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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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級和冠軍級是有差距的 對 但都很好 等一下 是不是有些出入究陣容 陣容 龍門那裡 斯利臣應該是 收皮 應該是 是故意的機會大 吳斯基倫波 還在頭臂 在亞迪斯 在奧納納出了事才打多一點 龍門已經是一個 故意的大賽經驗都很豐富 用著先都沒辦法 是基倫波 是基倫波 大家的兄弟 眼光獨到 同意 雙方半隊陰攻 不懂得入球 也是 左右兩閘 雲安賀志 大家水晶公看到他的表現 旁邊鄧菲斯 或者韋迪文 韋迪文是偏於防守的 可能助攻少一點 中場 發蘭基迪庄一定是重心 這個都不需要多說 就算你說迪龍 迪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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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打亞特蘭大 其實是不錯的 迪龍 另外就是 雲艾登 雲艾登 因為PSG難途折結 出了比巴塞羅高一倍的人工 所以就比PSG難途折結 所以就想荷蘭收工 我又不認同你這樣的說法 這是公平的 普遍巴塞 勇頓都極之歡迎PSG折軌 當然 他根本有 這些高質素的人 從上年說這些貨真是 業餘都反 去巴塞簡直是埋沒 人工又低 出手又低 過去PSG都好 多些錢都不錯 雖然都要很多時候欠位 雲達碧克 剛才說了 就宣告 法蘭迪迪寶說 宣稱他相出 我真的想不明白 為什麼他背了這個下場 旁邊就 迪兵 應該這個 真的會過巴塞 尤其是雲達碧克 被人截了 應該加快 加速度 可能這兩三天 就公佈了 後備普美斯 其實之前牽涉官非 究竟情況是怎樣 還要觀察 他覺得是什麼官非 好像是 老強那些 不是小的 風化案 風化案 不是門稅那些 不是 門稅那些很容易搞 但是風化就很嚴重了 風化雙人那些 是 另外 右邊 那個就不太熟 Steven Burgess 應該打河格 是 是 非燕羅 是 前面中鋒位 其實那兩個 韋賀斯和盧克 敵裝 如果給我 我會試試看韋賀斯 我會試韋賀斯 敵裝用來後備 出來才頂 你知道他有多少斤 但是我們還看荷蘭的Squad 第一我們對法蘭迪寶華教球 就完全沒有信心 第一個領隊是一個召喚 第二 人腳都不是特別 我想問 馬倫有沒有分的 有分 馬倫這個真的留意 他未必會打正中鋒的 這個球員在阿仙奴清分的時期 他是打右翼的 他打右翼的 那個入攝能力和起腳的準繩度是高的 大家可以留意 所以他過到荷蘭 我也有留意他 他其實是 已經站穩了一陣子 他在這對球裡面 是一個不錯的表現 我看過幾場合格 所以我覺得這個今年 如果你說荷蘭不懂得入球的話 就看看他懂不懂得用這個球員 如果在關鍵時 扔他出來在前面 做一些喘擾 衝擊的話 有可能會滾到那些球員 這個教練是法蘭敵波 如果他懂得用 如果他懂得用 法蘭敵波 是法蘭敵波 我們覺得他前線 可能是迪披打左邊 韋賀斯中間 右邊是馬倫 中場可能是用雲艾登 法蘭基迪莊和德倫 投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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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主場對胡克 我們稍後數幾隊 先說對賽 其實這隊球 如果整理得好 出線就沒問題 出線應該沒問題 你看旁邊左右那些 對呀 先看一隊完全不懂的馬奇頓 馬奇頓 馬奇頓幾個球員說一下 巴迪左邊那個 巴迪左邊 打利雲特 看他多長 死球都可以 死球都可以 絕對不可以看少這隊球員 艾馬斯 這個打拿波利 其實今年比賽的次數都不少 這隊球員 攻擊力是有的 前面彭迪夫 他今年打二格的表現也是OK的 小心點這隊 另外就是 列斯聯左閘的阿萊斯基 打列斯聯的 其實都幾多正選 都給他幾多機會 都有見過 有見過的 有見過的 那不是完全不認識的 這隊球員 不是完 還要之前贏過德國隊 阿萊斯卡 天達力加 達高榮 艾拿巴 利娜 這些都基本上 大家應該是見過 見慣見熟 後面做了什麼 包加寧格 拉馬 那些 其實都 都見過一下 其實這隊球員 荷蘭的前鋒尾 又不是這樣 又是這麼水 我覺得這隊球員 我真的覺得 如果這隊球員 這隊球員 會爆冷 這隊球員 真的要看荷蘭 搞得怎麼樣 是 人腳OK的 是略延前線 艾拿道域 究竟 有幾天球 打中超 大哥 可能 走著 中超 你現在很失禮 那倒是 私信錯誤 剛才已經招了那次 你做你 對不起 對不起 錯了 好 再看烏克蘭 烏克蘭 有些球員 入籍 譬如馬路斯 可以入籍 但是其他那些 野莫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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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未必正選 因為野莫蘭高 其實他現在都比較少踢 最主要是看 閃珍高 左閘位 其實他打中場都可以 閃珍高 我記得他打國家隊 好像不是打閘高 他打攻擊中場出身 可以打前一點 但普遍我們就這樣看烏克蘭 就相對於我們 這四 四年前就 真的 再陌生了 再陌生了 差一點了 很老實 很少人外流 還有很多都是 戴林茂基庫 薩克達 沒有 薩克達 沒有 這兩隊 布拉加 沒有 多數都是本地聯賽 戴林茂基庫 和薩克達 以往都是 但你這兩年戴林茂基庫 有多少歐洲才 大家都知道 基庫和薩克達 薩克達 現在都去了歐巴 所以烏克蘭 我覺得這組 奧地利 荷蘭 出線機會大一點 我覺得奧地利 真的會守名 隨時奧地利 奧地利可以守名 但是 就算這兩隊出線 那兩隊 都沒有說服 前途都很敏 我覺得16強 可能會敗敗 冷敲馬奇頓出線 冷敲馬奇頓出線 這麼瘋 這麼瘋 等一下 第一場 6月14號 就踢了 接著就奧地利對馬奇頓 奧地利對馬奇頓 那 Ray哥 是不是要馬奇頓 我先拼一拼 拼一拼 荷蘭對烏克蘭 最是和波蘭 對 荷蘭 對荷蘭 沒有信 荷蘭會戰了三場的主場 至於坐飛機有些麻煩 應該是奧地利 應該是奧地利 奧地利就要坐兩次飛機 這個就麻煩一點 因為荷蘭要去到 荷蘭去到 貝加勒斯特 即是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去到羅馬尼亞 什麼? 荷蘭不用了 不是 我說奧地利 荷蘭也應該可以出線吧? 馬奇頓 我覺得烏克蘭分分鐘爆味 荷蘭分分鐘爆味 荷蘭就要出線 由主場 還要三個對手 但是 我覺得荷蘭十六強 應該都止於十六強 真是很老實 我對法蘭迪寶華這個教練 真是 去哪裏 去哪裏 衰到哪裏 真是沒辦法 好 立即去D組 D組 D組是英格蘭 哈羅地亞 蘇格蘭和捷克 恩怨情仇堆塞 主場是在英格蘭和蘇格蘭 所以圖程來說 雖然蘇格蘭要穿梭兩個球場 有多大 所以影響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大 我們先看蘇格蘭 蘇格蘭 蘇格蘭 蘇格蘭這次 最主要大家要留意 應該是後房 有阿仙奴非常熟悉的提亞尼 不要傷 求神拜佛 是 應該是後房的重心來搏 左邊就是蘿格蘭 可能是蘿格蘭 麥湯文尼 麥湯文尼也很重要 拍著麥珍 這個麥珍就是阿士東維拉 今年打得相當好 中場是強的 麥珍和麥湯文尼 再加上今次 其實他整個組別的賽事 全都在英格蘭的地域打 其實這組挺舒服的 那個周居 其實那個 往返的場地 兩個場地 其實不遠 對於兩隊 不遠 對於四隊來說 都是不辛苦的 嚴格來說 一個賽會 內陸機而已 是 火車也可以 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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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隊前線 真的相對差一點 弱一點 Rion Fraser Adams 基斯蒂 那些 但是 可以縮窄距離 我覺得可以 不會太弱 不會太弱 好 接著看看捷克 捷克 捷克來說 前線又釋克 釋克在打 利華古信 金面者是利華古信 有頭脫 後方 左邊的 因圖 大家都要留意 左邊的球員 另外就是 蘇瑟克 這個一定是重心 死球 投槌 特別要小心 掃蕩力也很強 掃蕩力也很強 你當他 這個 誰啊 揮難尼 這樣用 差不多 他今年在韋斯寅 表現真的差不多 好 另外就是 後面的達里達 其實都不太弱 這個 打哈法帕林 其實都 應該正選 來的 這個達里達 後面 是古法爾 右閘都應該不能商量 其他來講 卡拿斯 這個中堅 車路士都 見慣見熟 不過 人球 就借來借去 當然 羅蒙華斯利克 西懷爾也有不錯的表現 捷克基本上 實力是有的 實力是有的 可以跟蘇格蘭爭 第三名 第三名 但是 如果兩隊要這樣爭 其實對於他 爭取最佳第三名 是頗不著數的 其實實力頗接近這種 看看能不能摸到最厲害的兩隊 就是對著最厲害的兩隊 倒是透黑羅地亞 英格蘭偷鬼 偷馬嗎 有阿摩 黑羅地亞 黑羅地亞 英格蘭未必會輸 但是他可能贏不了 不小心贏不了 黑羅地亞 留意就違答 都見慣見熟 這個中堅 中場就不用問 世界級中場 摩迪 高華石 保素域 是這三個 這三個真的是世界級的 是世界級中場 有一個已經是金球長 一個是歐聯的冠軍隊成員 一個是二架冠軍 一個是二架冠軍 成員 你不要數這些 數到後備 拍沙力打阿特蘭大 這些絕對都不差 你前面是卡馬力 你不卡馬力 你給高域 你給高域打 那時候打這個 打這個 沙加拉布大拿毛 歐聯看過 那你不是裂壁 裂壁也頂了 裂壁也行 裂壁也行 左邊有佩利錫 有裂壁 有奧錫 奧錫 奧錫都不是說過 我看完片和你說了 奧錫 絕對 其實這手人 你不要看奧錫 奧錫的比高域 一般人不認識 其實前面不頑 有些人可能沒有同組 沒有其他對手 這麼大名氣 但是 這隊不弱的 但是你想想 這個沙加拉布大拿毛 在歐洲賽的戰績不差 這幾年 絕對不頑 但是後防可能 一兩個 偉達羅夫倫 都不是屎的 羅夫倫 都不是屎的 新利特今年拿回俄超 羅夫倫也有些關係 所以其實 是個keeper 陸門 陸門應該用 打臨西加拉布的 是吧 你不會用盧頓的 應該不會 哈哈 右閘維沙高 在西甲都沒有問題 沒有怎樣踢 但是他打過 有些大賽經驗 大至少拿冠冠 對 所以黑羅地 相當實正 中場沒有問題 是呀 怕他可能 周居勞頓 不是周居勞頓 這組有多可周居勞頓 不是呀 我意思是他踢得多 這組抽得好 其實抽到那兩隊 兩個主辦的城市 其實都可以 但其實這四隊都 有仇人 英格蘭 英格蘭蘇格蘭 是吧 是他仇人 不要緊 都是這樣劇 看看英格蘭陣 融一下 謝謝小虎 你是不是真心的 我也支持 隨足擊英格蘭冠軍 小虎你做是規矩 你通常RFC會做這些事 多謝多謝 我同意 真的 英格蘭今年 喂 炸炸蘭和我 炸炸蘭說英格蘭 對不起 我馬上給你 英格蘭 第一件事 這個龍門 迫福特 迫福特 信吳哥 那就是 軒達神 對 軒達神 軒達神好很多 雖然他一隻萬狗 你迫福特和軒達神 你不要玩 小小爆米 軒達神 你看他的萬聯片很穩固 OK的 軒達神 沒問題 大家都同意 我只是怕收夫機用不用 是怕他不用 中堅 今年史東斯進步多 今年的史東斯進步多 另外那位呢 麥歸 你怎樣都要用他的 麥歸 麥歸 OK的 頭隨幾好 其他沒有選擇 我就不覺得他會打三中堅 我覺得他會打兩個後防 即是打兩個中堅 英格蘭打4-4-2 你不要玩4-3-3 或者玩3-4-3 中堅多了選擇 多了Ben White 因為沒有了阿諾 沒有了阿諾 沒有了阿諾 應該不會 但收夫機都打開三個後衛 是真的 收夫機是打開三個後衛的 那你就 鑊加會推上去 你鑊加也打到右邊中堅 其實在萬城那時候 很多時候的戰術 很多時候都是 防守的時候 或者是進攻的時候 都會打三個後防 大家真的 阿諾是收夫機的 是 沒有阿諾 這個是再之前CAPTO 因為官網 其實 你現在看回 Uwaver的官網 其實都還沒有更新的 還有 是否還有 其實沒有了所謂 沒有所謂 又集這麼多人選 因為 大家記住 在第一場開賽之前 他還可以無限地換人 那個陣容還可以變 右邊就留意 我就覺得 未必會打三個後防 我也是打四個後防 但是 James 或者 Chippier 是不是適合打右後衛呢 那我加算 但是 Richard James 看他勾聯的表現 他的防守能力 的確是 有很大的進步 但是 那個教練是杜曹 不是收夫機 Chippier 就是要他的進攻能力 Chippier 就是他打右閘 我有點擔心 左邊 Luke Shaw 沒有問題 摘衛爾 打左邊 不論左閘 左翼衛 都沒有問題 其實如果你看他左右閘 其實我覺得他打三中堅 會比較好 中場 真的是Hindersen Hindersen Rice Gillingham 奇魂 菲菲勒斯 我會覺得 應該放回科頓 這個位置 科頓這個位置 是 我也覺得 科頓打左邊 不是 科頓打左邊 科頓在中間 我想我兩邊 左右兩邊前面 會有多少選擇 真的 科頓深組 深組 可能其中一個位置 科頓可能放左邊 不要要史達林 你老闆 你還要史達林 是否智障 今季 我告訴你 今季應該要粗一下才出來 好 最前面就是哈里簡 也很近乎 鐵蛋 沒有 監法路雲 看情況 Pan B 其實他左右兩邊前鋒 選擇非常多 你看他 Mason Mount 可以打左邊前面的位置 很多變化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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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中場那裡 就可能 如果你當是打一個四個後防 的話 那就可能是會 Mason Mount 打中監 可能Henderson 或者Rice 打一個防守中場 都不定 所以英格蘭 大家看今年英超 近乎盛勢在歐聯裡面 其實不用Henderson 用Rice都可以 OK 暫時他用了兩個 我覺得都沒問題 還有 真的 有什麼事 阿沙卡仔都頂到幾個 甚至衰起上來 Henderson打中監 都沒問題 這麼快說中監 這個 不是 如果他打三個後防 不是不行的 Henderson打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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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利物浦的意外套 Rice 比林嫻兩個打中場 可以的 比林嫻多盟 沒有問題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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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你做基里薯 拉下來也還可以 嗯 基里薯可能是那個 Paymaker 他和他 或者Rice是做過Paymaker 就算 哈里簡尼 有些什麼 東瓜豆腐 雙軌了 那你就擺回 就是 現在 卡法洛洪再不是 放一下科頓上去 都還可以 就是 大家如果聽到 我們這樣的討論 你可以知道 其實是 大家都說不到 英格蘭應該怎麼打 講太多選擇了 這應該是一個人優 他對球 不知道自己怎麼打 是長期以來 1996年打後 英格蘭 往時都不知道自己應該 用什麼去踢法 是他們的長處 我永遠都是這樣看 這對英格蘭 所以 八強應該OK的 但是八強之後呢 就看運了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 我直接真心推介 英格蘭 冠軍 哇 直接推介 第一件事 分組賽 九分 贏了 哇 組賽贏不完 看我所說有幾個利物浦球員 我唱反調 因為第一 英格蘭一定要得到這組的守命 一定要得到這組的守命 因為他之後 拿到這組的守命 他就直接仍然在16強 都在倫敦打 然後四強又打回倫敦 接著八強才去羅馬 接著四強又是倫敦倫敦 基本上是全主場 有沒有球員入場 他一定計數一定 有球員入場 一定計數 一定計數 跟你說 修夫基一定爭取這個小組 第一名 我喜歡Rachel這句 師兄喜歡出手 不是 其實 這條數一定是這樣計的 雖然師兄出手 但我覺得沒問題 我平衡 我永遠都不會看好任何大唱 我都不會看好英格蘭的 我從來都不看好英格蘭 我從來都不看好英格蘭 在我心目中 他這首球員 他只有兩次大唱 我是看過他聽得好 是1990年的世界盃 從96年的歐洲 以後之外 英格蘭是未好過的 他那些人是不懂得踢球的 上次世界盃都OK的 1996年就在英格蘭打的 今年這個分組賽 都是在英格蘭打的 如果他順利贏了的話 就只有一場球在羅馬打的 所以如果他順利贏了三場 世事哪有這麼順利 師兄這個故事厲害 師兄他用了整個客觀因素來分析 但他也不忘明揮一個重點 我從來都是主觀的 對英格蘭打的 師兄放他十點前的目標 全力出擊 他明揮了一個重點 他之前全部都在英格蘭打的 但他特別明揮了 有一場在羅馬 即是羅馬那場被招 他完全暗藏殺機 這些又理東方神秘力量又反應 不要緊的 大家留下 反正都還未開 下個禮拜才開 不知什麼事 很簡單來說 這次羅馬打的反應 其實未定明 未定明 因為我跟大家說 首先就放十柱 放八柱 英格蘭冠軍 這個都不用多說 為何只有John有宵夜 我們沒有份吃宵夜 我要投訴 我覺得英格蘭首名 至於第二名 黑洛地亞高一點 中場真的好一點 說真的 蘇格蘭和吳哲克 就第三名 但是最佳第三名 我覺得有點危險 因為怕他們攬炒了 和球和一多 只能夠看就是 一和球和一多 因為第一 那三隊一定輸一場 一定輸給英格蘭 那三隊 一定 九分 大佬 不是一定 如果我講九分 我一定是上次這樣說 我覺得 黑洛地亞那一場 肯定是贏不了 蘇格蘭那一場 就應該可以 那你最多贏不了 那你也有七分 七分也足夠 唉 就算贏不了九分 都是入決賽 沒所謂 我最多黑洛地亞 最多都是和英格蘭 我對英格蘭這次 信心爆棚 我也信心爆棚 不過我還沒有去到半軍 我的冠軍 我聽完師兄這麼說 我對英格蘭信心爆棚 直至去到羅馬那一場之前 好 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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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 拿著三場主場 西維爾 另外 聖比特斯堡 請留意這場 聖比特斯堡的球場 是會去主持六場的分組賽賽事的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西班牙瑞典 波蘭 斯諾佛克 西維爾 本來是不以包的 但後來就改了西維爾的場地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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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們認識以來比較少 巴塞 和馬 巴塞都還在 完全沒有和馬 完全沒有和馬 安力基 不算和馬球 因為和馬其實已經不是很多西班牙球員 因為阿辛斯奧又不是太多 這次傷了一大量 再數下去就是拉莫斯 拉莫斯用迫基齊齊退役 拉莫斯他不算 拉莫斯還有其他選擇 拉莫斯還有其他選擇 其他那些沒什麼 其他那些全部都很年輕 所以他就沒有算 你看看這個Squad 後防先說 拿破迪 多謝巴蘭西不用 巴蘭西 怎麼會用拿破迪 他用蘇馬 也不用拿破迪 拿破迪不能用波 蘇馬能不能用波 那拿破迪 在法國就不用蘇馬用波 哦 那拿破迪 那拿破迪 因為拿破迪 因為用波 用得好 不過他經常傷 是真的 可以轉西班牙籍 西班牙當然是 砸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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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 脫了很久 轉得很緊要 那Partner就是 Pow Torres 都已經叫做是全西班牙最有前途的中堅 歐霸冠軍啊 歐霸冠軍啊 那又怎麼辦 至於其他那些 Diego Rorante就是 歐洲冠軍 艾斯比利古澤 隊長 先說中堅 Diego Rorante就是 王蘇的中堅 烈斯 烈斯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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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麻煩 阿力加西亞也不太好看 阿力加西亞也不太好看 阿力加西亞更加不用說 我都說了就不行了 所以其實 如果打兩隊一拼中堅來說 那麽拿破迪和Pow Torres 一定是鐵彈 我想問 我沒有其他選擇 應該未必是出 機拍 機拍在哪 機拍是去到一起訓練的 他現在 巴斯基斯就確診了 不知道到時候 開賽的時候 會不會轉回 沒有試法 好法 我在看官網那裏 官網那裏 其實 安力基 最初就交了24個人名單 不是 今天再加到5個 加了5個 現在有5個 又叫了 諾迪高摩蘭奴 即是烈斯那位前鋒 跟著叫了蘇利 叫了 艾比奧爾 還有 切爾達的 好像是 賓納迪斯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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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拍 一起訓練 到時候要加人的 就在那裏選擇 其實 保持人 說真的 比較好些 應該是 我覺得是羅拔山齊士 其實 我肯定是打得挺好的 這個農曼 你說過方便 不過 迪基亞國際賽 竟然有些 豐富 有些 有些地位 那些對球 但是你說 如果我們三個選擇 我寧願打球羅拔山齊士 不過沒有辦法,江湖地位就是江湖地位 習位是艾巴和家爺 兩個巴塞球員 對,家爺很有機會過巴塞 而且艾巴很有機會離開 因為艾巴馬體會針對他 我覺得家爺會好一點 說真的 如果要上邊線的話,艾巴馬會有很多 真的差很遠 但防守力呢? 防守力不用防守 兩個中堅其實很柔軟 怎樣困難? 拿破迪和巴奧多利斯 收到整條柴 全是24隊最慘的兩個中堅 他會對著李雲道夫司機 右邊的艾斯帕利古達也 我寧願艾斯帕利古達收回來中間 但要打三個後防 因為艾斯帕利古達 雙中堅艾斯帕利古達是打不到的 但西班牙是很少打三個後防 所以艾斯帕利古達一定是這個位 馬高斯羅蘭迪其實也能踢到的 這個位置說真的 也是打邊 不過我估計他都會用艾斯帕利古達比較好 那就沒有了一個上來的力 沒辦法 難道用奧迪奧蘇蘭嗎 中場就 分了賽好一點 對著前鋒都 布斯基斯 那又確診了 其實是不應該選的 他也是 他是Captain來的 他兩個是Captain 但很難選的 追過這個工手聯繫的 那他高基做Captain就行了 就快的了 這個是工手 不是迪基亞就高基 手下去就是艾巴 艾巴就到高基 然後就到摩拉達 沒有啊 但是布斯基斯的地位 實在是遙不可 不能動耀 你有沒有看球的 選那個人 你老闆 他是最熟的巴塞體系那個 唉 那還沒有用 現在趁著這個 他中了的時間 就試試用其他 例如諾迪 高基 泰亞高 這些球員打後腰位 高基也不是純後腰位 不過高基金面 其實去打後腰位 其實挺好的 今年打得很好的 那你堅持著那個球 就不用後腰了 那中場那邊 不就是諾迪 諾迪也打這個位 但是諾迪 打得一下也沒有做正選 那不是各個領隊問題 連哥迪奧拉都不要他 我覺得可能可以一拼這樣用 高基諾迪行不行 前面擺泰亞高 擺一個正中心腸 推上去 都可以 雷斯打那個位 又行不行 打前面的位 都可以 OK的 我又不擔心會中場 中場是最好的 反而是前面 豆腐路 真的會更糟糕 用摩連奴 摩連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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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差很遠 左邊就是奧牧 奧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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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穩定性 差一點 奧牧 還年輕 奧牧 奧牧 有一個衝刺力 我寧願 找一些新孩子來搏 算了 不要煩 反正你都很 在矮安力機的收幕中 已經很青春了 反正你那些 奧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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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波 完全是好 一些 potential young player 沒有的 右手邊 費倫托尼斯 曼城都沒有正選 沙拉比亞 在PHG 又是沒有正選 是有正選 艾達馬查奧爾 算了 艾達馬查奧爾 如果他打右翼衛 難以跟你說 如果你真的打三個後防 反而右翼衛 應該是艾達馬查奧爾 是可以這樣做的 那直接把馬古斯 雖然托尼斯 打上面的格更好 但是他的三中堅 究竟 他不會三中堅 應該 安力機 也不是沒試過的 反正那樣的問題 也是領隊 也是頸怪怪的 不安力機 有安力機 也不可以說 他始終都證明過自己 但只不過現在的手腳 不是以前的西班牙級 斷層再斷層 我覺得可以看看 因為起碼頭兩場 沒有了布斯基斯 究竟效果會怎樣 我最擔心的是 他有布斯基斯 有布斯基斯 去逃跑 其實是有布斯基斯 沒有 你布斯基斯還可以 我覺得可接受 因為你真的沒有人 你現在擺一個 已經不能用的人 你真是搞事 但是出線問題應該不是很大的 你看瑞典那些 好難說 瑞典那裡 瑞典那裡 巴斯頓拿神 那幾個 阿諾夫 這些小時候聽過 這些名字 阿諾夫 最大名字 留意了基斯道法奧神 這個也是阿仙奴清分來的 其實當初出道的時候 其實他是打前一格的 但是之後 拉到後面的時候 發覺他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他有點像阿迪達那種 有些瀟灑 什麼都有些 樣樣都不是太差 但是你要他有個 明顯的定位或者功用 他就沒有什麼 你當他公兵一個 這樣用吧 那麼 那麼拍攝斯巴斯頓拿神 兩個來說 你就不要彈求他們 有什麼 好的創造力 但是他們做中場的屏障 或者是 小許的 中前後的串連 他們是做得不錯的 是的 那麼 前面那裡 就 伊薩克打黃蘇 其實就 那些 那些 下半季好一點點 但是 那些 你不會 百股仙貝治 有可能 就用馬古斯貝治 你伊薩克牽莫域之前 如果不是傷了 那麼前面 一定是伊薩克牽莫域 說真的 那麼 你其實打 緬因斯的 這個球員 其實都有點速度 這個球員 都可以想的 那麼 古魯錫夫斯基 其實就應該是最大名的那個 不過我看他打 祖雲達斯 就 很普通 說真的 蓮達洛夫 會好一點 蓮達洛夫 但是有時候要看他的partner 是 那麼 那麼 左邊科斯堡 就 一般 我覺得他打攻擊中場 會好一點 OK的 但是我總體覺得這隊球 如果你說那幾隊 北歐球隊 不算芬蘭呢 即是芬蘭比較弱 然後就到他了 是 那麼你羅威 羅威又沒有說 羅威今年 沒有 因為世界外圍賽 當時那幾個生子還沒有彈起 所以瑞典 我覺得 波蘭 前面 尼雲道夫斯基 不能談 米尼克 米尼克 就不能踢 米尼克 即是有什麼頭暈新興 就按他出來 是 不過今年他有一馬賽表現 其實都是普通的 斯連斯基 左手邊 表現OK的 其他其力志 打烈斯聯的 其他其力志 基高華克 應該是打俄超那邊的 基高華克 基高華克 後腰那個 左手邊 火車頭 對 基高華克 對 後防那邊 有一點擔心再用基力克 已經明顯腦退了 真的明顯腦退了 沒有辦法 你真是多選擇 那麼 檳拿力克 龍門 即是你唯有信那兩個龍門 信蝕扒 左澤好爾 Ribus 基里克 有一點露對 但是求這個 檳拿力克 就可以幫他頂頂 中央基高華克 幫手也頂頂 那麼龍門 斯斯里 或者菲菲安斯基 一定是他們的 都是順利雲道夫斯基的地方 我不覺得這隊球很有前途 所以 西班牙應該出線 還有一隊球還沒說 斯諾佛克 斯諾佛克 詹諾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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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門 杜巴夫卡 挺好的 紐卡素 經常有很多撲救 以這隊那麼弱的球隊 會不會打起這個龍門呢 一個舊全家 可能他經常都一個舊全家 杜巴夫卡 另外中堅斯基里亞 最大名就是他打國際米蘭 另外中場勞布卡 打... 死啊 打什麼 勞布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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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布卡 勞布卡 雖然他打垂超 但是以他級數 其實都可以領導這隊球 前線 Robert Mapp 其實都往事國際賽 都常常見到他 在右邊應該都拿著 韋斯 在左邊也是一樣 其他的就真的... 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熟悉 老實講 這隊球 估計應該出不了線 但是未至於太差 就是有記者 我覺得都領導 積估器 其實西巴牙都應該 都可能出線 是 應該可以贏到斯洛伐克的 由波蘭的金球長射手 應該可以 向上第二位 在高一線 高一點 但是前途都不是很好 這四代前途都不太好 其他的瑞典 斯洛伐克的大運戰 這組的第一場賽事是波蘭對斯洛伐克 波蘭有個利雲道夫斯基比較好 西班牙對瑞典也是順利西班牙 不要看大勝 這組來說應該是波蘭比較周居勞頓 路程真的遠了 由俄羅斯去到西班牙 這個要小心 俄羅斯去到西班牙 很遠 所以波蘭這件事我覺得也有點驚忌 但還是有一句 拿著金球掌射手怎麼都好些 但我不會看得很高波蘭的機會 西班牙比較高 西班牙比較高在分組賽 主要你進入淘汰賽當然跟英格蘭比 對不起 ABCDE組基本上 F組上個星期就提過 再數 再數嗎 第一場就是葡萄牙對 其實這組來說 葡萄牙就要坐兩次飛機 但葡萄牙的整體實力真是贏 前線很強 祖奧菲利斯 安德烈斯華應該打中鋒 祖奧菲利斯應該哄後一格 貝羅道斯華就右邊 但我覺得祖奧菲利斯可以打右邊 左邊最尊不需要 有兩個領隊 雙領隊 場內一個 場外兩個 場外兩個都可以 其實中鋒位後面還有一個 拍到 其實他不是打最前的 他應該打中場 即是在打搬廢的位置都不定 其實他現在畫面顯示那個 其實我覺得未必是這樣放的 我也覺得是 至尊單箭頭 我覺得他應該會打一個 有一個攻擊中場 可能一個單防中場 打一個單 有一個攻擊中場 加上兩邊 即是可能一個4-4-2的鑽石營 都不頂 攻擊力是相當強的 防守來說 有魯斌戴亞斯 搭著比比或者河西方敵 那應該都可以的 那六門都可以的 那隻CEO安東尼盧比斯 絕對都不頂 對 所以這對球 其實在實力來說 如果你至尊可以 他願意打一個正中鋒位 其實都在輪替上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只是怕安德烈斯說不夠級數 說真的 德國來說 上次都提過了 那就是 不是擺出這個陣容 荷姆斯蘇利 未必的 都可能是這個 因為其實在熱身賽 都是打類似陣勢的 其實 古辛斯左邊 告斯達文右邊 或者是何敷曼 都不奇怪的 絕對 卻奧斯柒 金美治 都很有可能這個陣容 不過可能人選不同 譬如前面可能用夏佛斯 不用天武雲拿 用基拿比 不用申尼 當然不用申尼 神經病 還要申尼 打死基拿比 你起碼放一個白人骨幹出來 這個位置看見比較弱 可能是右翼衛 右翼衛可能比較弱 都不算弱的 基拿比其實應該是偏弱的 法蘭西那邊 賓斯馬一定是壓最前 麥巴比 高文 或者澳市民單比利 兩個輪流用都不奇怪 因為兩個都比較偏弱的體型 攻擊中場 可能是攻擊中場 攻擊中場 基利市民打這位置是否好呢 那就兩體了 立馬也是這個位置呢 為何不把巴達攻中場 可以的 叫他出發拉比奧特 可以的 你後面那兩個鬥得好些 拉比奧特可以取得的數就搞定了 拉比奧特不算是一些大樓數的 他都是Boss to Boss 拉比奧特 後防來說 金帕巴 華拉 利蘇馬 藍格列治 還有龍門諾里斯我覺得去到淘汰賽階段有點危險 狀態有點損人 沒有因為狀態 一組的名字 不 嚴格來說 他那三個龍門 除了米智南之外 其他都文丹達的那些不用說 文丹達也很難 文丹達也很難 龍門位其實是沒有太低 都是諾里斯 諾里斯是Captain 對啦 右邊我們都說了 帕華達其實可以的 他打敗人也OK OK啦 其實他那個主要都是後防位 去到淘汰賽階段 我怕是 但是因為這組實在是 太強了 太強了 就要小心點 會不會 早點touch自己 我覺得遲早有一隊 你都可以預計一隊是糟糕的 看看是哪隊糟糕的 未必的 不過 我不覺得會三隊出賽 不是 你5分 一是6分 一是5分 5分就是代表贏一場 有隊匈牙利戰了底 三隊贏了匈牙利有3分 接著這三隊球 要懂得撈的 全部都5號 全部都5號 但他就慢慢抽籤也好 什麼都好 都可以的 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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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對匈牙利 德國對法國 我也拼去和波 第二場對法國贏得匈牙利 德國對葡萄牙又和波 第三場對法蘭西和波 德國對匈牙利 德國贏得匈牙利 所以應該正常就會是 5-5-5-1 我覺得德國有機會糟糕 蛤 居然是 我也覺得 不怕 有些不安的 糟糕的不出是法蘭西或者德國 我覺得德國最大忍憂是教練 其實有些人是OK的 是一個教練 為何還未換 現在還是盧維戴的 戴上那些手 還想怎樣 應該不是給他戴這些手 還給他戴 你尊重盧維也拿世界杯冠軍 什麼叫功勤教練 我對他沒有什麼尊重 世界杯多少年前 多少年前 你都是世界杯教練 摩連盧拿過沒有 沒什麼尊重 奧迪奧拿過沒有 路維奧拿過 真的 我覺得三隊出事沒問題 都遲的 都遲的 應該5-5-5-1 這三隊幫 這隊就在匈牙利和德國 匈牙利和德國 很近 完全沒有問題 匈牙利不用多說 就對著那些三隊都沒有運行 這條纖維真是其差 可能你對其他組 可能還可以回應 但你對著那些三隊 一定會被人打 看一看 龍門古那斯你會認識 奧班你認識 匈牙利有示威會不會影響到 不會的 你都不關歐盟事 沙來 這個都老牌 沙來 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很難 真是匈牙利的 說真的 所以這組是5-5-5-1格局 究竟 哪一隊 真是第三名出線 出不出到呢 如果贏不到匈牙利 你該死啦 你贏不到匈牙利 根本沒有資格說出線 對呀 該死啦 好 第一場就是 葡萄牙利 跟著那兩隊打和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組 其實分分鐘 那些強強對碰 我覺得 長長都小也不一定 長長都小 可能長長都很悶 可能 我不知呀 我不知呀 根本為他們大眾的利益來說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設計的 葡萄牙守命 我看葡萄牙這個組織 不是不是 葡萄牙冠軍 我直接說 我直接說 葡萄牙冠軍 大家說一下 大家支持哪隊冠軍 好 我是英格蘭的 給你一分鐘的想法 阿雷你呢 我 我是英格蘭的 我講了葡萄牙冠軍 不好意思 我們等不到一個 不是呀 歐洲國家本來很少會衛免 你西班牙為衛免了 一次 那你葡萄牙衛免一次 就一次 我做好選擇 我冷敲法國 當大家看不到他的時候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不知道為什麼會滾滾滾滾滾 不知道為什麼會拿到冠軍 法國也不懶 但後防這樣 其實我常抱著的心態就是 你越懷疑對法國 對法國就不知道為什麼 黏了一條肩 都不是很懷疑 只不過他有很多選擇 他選了一些比較 不要再說這些 是很可能懷疑的 他比較好選擇 他選了一些比較差 你想想西班牙的後房 像什麼 人給人就會給死人 現在是真的法國這個個體 他是一個個體 你不要超過關的世界觀看的 是 是 是 這次意大利和西班牙就差一點 法國大熱 我不敢說意大利差一點 我不敢說意大利差一點 意大利的籤太好了 你想想 他的對手 也不是 我覺得西班牙的籤比意大利好 差不多 這兩隊都好籤 好 荷蘭都算OK 荷蘭就不要說他 不過荷蘭就不用理他 荷蘭就 荷蘭就 荷蘭也是日留意迪坯的 你法蘭迪寶說 趁低了對球 唉 真的 如果朗路高文教 就真的好多 原來是這樣 朗路高文教 如果朗路高文教 一定好很多 一定好很多 就巴塞不可以第二個教 你看巴塞 所以他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我只能夠評分 那當然 其實想像中他應該會更厲害 他應該是第四 我們其實當初對朗路高文沒有期望 那他撿到西班牙盃 已經是 奮律師來的 都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現在巴塞 明年也是朗路高文教 如果你要選一對 黑馬克羅地亞 不用想了 我又覺得不是 黑馬克羅地亞 我又覺得不是 我又覺得不是 已經世界盃看了出來 已經看了 中長線已經老了 如果有驚喜的球隊 應該是丹麥 和我選的北馬奇頓 你又不是馬奇頓 對 這次賽事會有驚喜的球隊 丹麥和北馬奇頓 丹麥是挺硬的 我猜是黑馬就是丹麥 好 今個星期就來到這裏 我們下個星期就會看 之前第一回合的比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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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台Bir 感谢观看